員工很多時,譬如他過夜在這裏睡 他睡著了時,很多時他口罩都會退下來 當他那些DNA在空氣裏面,如果有的時候 他會吸入了進去 而DNA本身是很Stable的,非常之穩定 DNA可以停留很多個鐘頭 然後才慢慢會無阻 第二天他下班 然後到下午他去了元朗測試站,取消站 於是可以在這個情況下出現一個DNA污染的情況 我一定要講這個情況不僅可以在這裏發生 在我實驗室都可以發生 或者所有其他香港的大學 任何一間大學或者任何一個實驗室 做這些DNA排序都可以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我相信這次只是個個別事件 再發生的機會應該是非常非常低的 而且再講一次就是那個DNA本身 是傳染性的機會是極微極微的 基本上差不多是不應該會發生的 所以我們覺得就不需要 因為擔心這件事會引起 在這個職務室有大量的傳播 這個是不需要擔心的 但我們都給了一些意見給BGI 給這個話題 就是最好他們每天 當那個職務室 晚上沒有人在這裏的時候 就要將那個紫外燈燈 就Speed on 即是開了紫外光燈 盡量去將這些DNA 或者我們所謂的粒質的DNA 盡量將它殺死 將它清除了 以致這個污染的情況 對員工污染的情況 的機會減少最低